你會發現出現了一個ERROR 你沒有辦法Push上去 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有Conflict的狀況 在第一集的教學中 我簡單介紹了一下Git的功能 那裡面有提到Git的目的就是 讓很多人可以同時對一個專案進行開發 不過在那個影片中 我只介紹自己一個人要怎麼使用Git以及GitHub 那麼Git到底是怎麼打到多人同時開發一個專案的功能的呢 一個非常常用也一定要會的功能就是branch 那在學習怎麼使用branch之前 必須要先懂一個概念 那就是Conflict 試著想像一個情境 我在GitHub上面建立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裡面有一個檔案A 這個檔案的內容是這樣 大象會飛 那這時候A在他的電腦上 想要把檔案改成大象不會飛 那B也在電腦上把檔案改成你還好嗎 那這個時候如果兩個人都把他們的更新過後的commit push到GitHub上面 那最後檔案的內容會變成什麼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這種兩個人同時對一個repository進行更新的情況 就叫做conflict 那發生系統無法自動解決conflict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自己手動處理 那接下來我就會實際操作跟示範 發生conflict的時候要怎麼進行處理 好那我就在我的電腦上 模擬跟剛剛描述一樣的狀況 然後看要怎麼解決 那我們前面說這個情境有兩台電腦 A跟B兩台電腦 那我就用兩個資料夾A跟B 來做模擬 那我在這邊先開terminal 然後我用WSO做示範 那你用其他的操作也是一樣 沒有任何影響 那我就先進到我的home 然後建一個資料夾叫做conflict 然後我打開這個資料夾 好那我就在這裡面建立一個資料夾A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台電腦 那我在B B當成另外一台電腦 OK 那我現在在A電腦上面做工作 那我就在建立A裡面建立一個資料夾叫做baca 那這個baca就是我的repository OK 那我就用VSCode打開這個資料夾 A裡面的baca 好那我現在用VSCode打開這個資料夾 那一樣我們這個baca會成為我們的repository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getInnet 建立一個新的repository 然後呢我們就跟前面描述一樣 我們在這邊建立一個檔案 叫做a.txt 然後這個檔案內容是什麼 就是 那這個檔案內容就是大象會飛 然後乘檔 那我們在這邊commit getCommit 然後新 我就打 OK這個commit是我的新發現 我忘記add 我們在這邊先add 然後再getCommit 輸入我們commit訊息 新發現 然後這樣就commit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跟之前的流程一樣 把它上傳到github 所以我就在github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登入之後 登入之後 我在這邊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就叫paca 然後我用隨便用公開的 用私人的好了 然後我就建立 然後我這邊一樣要add origin 所以我在這邊add origin 所以我在這邊add origin 然後就可以git push-u origin master 把這個branch推到origin上面 OK已經推上來了 那我再看一下這個 重新整理 好 那我們已經把它推上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b電腦 呃 等一下 我在 好我現在在b電腦裡面 看一下路徑 我現在在b電腦裡面 然後我們在b電腦 把這個repositor也clone下來 來 嗯 複製一下這個網址 然後 我們打開我們的terminal git clone 然後 然後 貼上 然後 我在b電腦裡面 就有這個repositor 然後我一樣打開這個資料夾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這邊是A電腦的 VIPO 這邊是B電腦 他們裡面都看得到A這個檔案 那現在我們在兩台電腦都看得到這個檔案 那現在有趣的部分來了 我現在在A電腦 把檔案改成大象不會飛 然後存檔 存檔之後呢 這邊已經有Change 然後我把GitAdd Add進來之後 我一樣Commit 然後我Commit訊息就打修改好了 然後我已經Commit 我現在來到B電腦 我在B電腦看GitLock 有沒有發現 只有新發現 但是我在A電腦打GitLock 後面有個修改 因為我這個還沒有Push到Github 所以 我在B電腦當然是看不到 他只能在A的電腦看到 只能在A的電腦看到而已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回到A電腦 我們做一下GitPush 好我們已經把它Push到Github上面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來到Github看 照理說那個就會有兩個Commit 對吧 這裡有兩個Commit 然後我再回到B電腦 我看GitLock 你會發現 還是沒有第二個 為什麼 因為你Push到Github上面之後 需要手動把這些新的東西抓下來 否則他是不會自動同步的 那要抓下來要用什麼指令 要用的是要做GitPull的指令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破下來 我們先假裝我們在B電腦 B並不知道這個Github已經更新了 那我們就直接對這個檔案做修改 我們把這個檔案改成 你還好嗎 OK 我現在對這個檔案做修改 然後一樣要做Commit 我按這個加號GitAdd 然後 然後我Commit訊息就打B修改 然後Commit 好 那這時 我們現在假裝我們是B嘛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Github都修改了 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 改了這個檔案 然後我們想要Push上去 然後你會發現出現了一個Error 你沒有辦法Push上去 這是為什麼 那就是有Conflict的狀況 因為A已經對這個檔案做修改了 但是你並不知道他已經做過修改了 所以你的記錄就跟A的記錄有所衝突了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我們就要把這個Conflict的檔案都處理完 才可以再Push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要執行GitPort這個指令 把更新給抓下來 那這時候Git就會告訴你有哪些檔案是發生衝突的 你就要把這些有衝突的檔案給修改好 然後再Push上去就OK了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GitPort 好你會發現 它這邊顯示出了Merge Changes 那這個就是代表說 需要處理Conflict檔案 就會出現在這邊 Github它很貼心的 它就是它會把這個檔案顯示成這樣 藍色跟綠色就是有衝突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選你要用A修改的版本 還是你自己我是B嗎 還是我自己修改的版本 OK那大象不會飛是A的版本 那這個CurrentChange是我改的版本 那我要用假設我要改成我自己的版本 我就可以用AcceptCurrentChange 那順帶一提這邊用GitStatus 也是可以看到Merge 的狀況 Merge Paths 這就是代表有衝突的部分 那那個VSCode它會直接顯示在這邊 OK 那我也可以用VIM打開這個檔案 A1.txt 那它是會顯示成這樣 但是 你用VSCode它可以直接按這邊的按鈕 做修改 那你如果用VIM你就要自己手動把這些head 這些大魚小魚的這些多魚的line 給刪掉然後改成證據的內容 那我就先關掉 我在這邊就先使用VSCode進行修改 那我要我自己的版本你還好嗎 所以我就用AcceptCurrentChange 然後存檔 存檔之後 我一樣要做GitAdd 我這邊用GitStatus看一下 你會發現 我已經改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GitAdd點 或是直接按這邊加號也是可以 它已經變Stage的狀態了 那我在這邊再做一次 GitCommit就可以了 我在這邊直接按Ctrl加Enter 然後 我再按一次 GitStatus看看 你會發現 已經更新好了 那我在這邊看一下GitLock 你會發現 新發現 這個修改是A的修改 那你會發現 B的修改在後面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多的Commit 這個就是你做Merge的時候會出現的一個多的Commit OK OK 那我們在這邊就做一次GitPush 然後我們上GitHub看看 重新整理 然後你會發現 它這個衝突就處理好了 然後點進來看 你會發現 它有處理的部分也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好那以上的內容就是大概介紹了一下 衝突的概念 那其實解決衝突有 更多種不同的算是做法吧 那我之後在Branch的影片會介紹 只是我本來就是想直接拍 GitBranch的影片 但是我寫稿子寫到一半就發現 如果不懂Conflict的概念 就很難講解Branch的概念 因此我這集就先介紹一下conflict的概念 那下一集就會介紹大家期待已久的 GitBranch的 相關功能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